第三百八十三集 二年 物子 公元八十八年 春季正月 济南王刘康 傅陵王刘延 中山王刘烟来京城朝见 张帝天性宽厚仁爱 重视骨肉亲情 因此每当叔父刘康和刘烟二位亲王进京朝见时 都受到特别的优待 当地还将兄弟们全都留在京城 不派遣他们去封国就位 并且大量的赏赐百官超过了制度规定 国库因此而空虚 何场对宋游尚书说 如今年年发生水旱灾害 人民受不到粮食 梁州边境一带居民遭到枪军的侵害 中原内地各军公私财力都已枯竭 这正是减少消费节约用度的时机 黄恩如同天赋地债 无与伦比 但陛下的赏赐超过了限度 听说仅在那日对狼官以上 共青王侯以下官员的赏赐就是国库一空损耗了国家储备 追究国家的经费来源都是出自百姓的血汗 贤明的君主进行赏赐应当根据等级制度 忠臣接受赏赐也应有一定的法规 因此姚帝赏给羽黑色的玉龟 而赵公则赐给周公五匹薄 如今阁下地位尊贵而责任重大 对上应当匡政朝廷当纪 对下应当安抚百姓 难道只恭谨忠诚而不为上命就够了吗 您应当首先端正自身 做下官的表率 交还所得的赏赐 向皇上陈述厉害得失 奏请遣诵亲王侯爵 各往封国就位 解除禁止人民在皇家园林耕种的法令 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政绩抚恤穷苦孤独的人 那么恩责就会下达 百姓就会喜悦安乐 宋游未能接受他的建议 上书南洋人宋义上书说 陛下大孝 皇恩深厚 宠爱诸王 亲情如同凡人之家 亲王们可以乘车进入殿门 就坐时不叩拜 分享御膳房的饭食 获得优厚的赏赐 刘康和刘烟 有幸以旁之数字的身份 享有巨大的封国 陛下对他们的恩宠超过了常志 优理尊敬超过了限度 根据春秋大义 对皇帝来说 伯父 叔父和兄弟 无补都是尘属 这是为了使尊者受到尊敬 卑者自受卑位 加强主干而削弱旁之的怨恶 陛下恩德伟业龙胜 当勇为后世的典范 不应该由于亲情 而破坏上下等级 失掉君臣间的正常秩序 此外 西平王刘县等六位亲王 都以娶妻生子而自成一家 官属其辈 应当尽早去封国就位 为自己的子孙奠定祭业 然而他们广修宅地 前后相望 长久地盘踞在京城 骄傲奢侈超越本分 自比于居上位者 所给的荣宠和凤己也都过度 陛下应当抛开亲情 不再容忍 以大意切断私恩 遣送刘康刘焉 各回封国 令刘县等择日 肃往封国就位 以平息人们的怨言 然而 张帝已来不及遣送 正月人臣 张帝在张德前殿驾崩 享年三十一岁 依照命令 不要在墓地修建祠庙寝殿 一切依照先帝之之 范叶评论说 魏文帝称明帝明辩洞察 而张帝则是忠厚之人 张帝一向通达人情 他不喜明帝的苛刻严厉 事事依从宽厚的原则 侍奉马太后 尽心地履行孝道 减轻赋税和摇曳 使人民受到恩惠 并以忠树之道为体 以礼乐教化为文 将他称为忠厚之人 不是很恰当吗 太子即位 十年十岁 将窦太后尊称为皇太后 三月根据张帝遗诏 将西平王刘宪 改封为陈王 将陆安王刘宫 改封为蓬城王 三月十一日 将张帝安葬于靖陵 男匈奴禅于宣去世 前禅于常的弟弟 屯图和即位 此即修兰师诸侯禅于 窦太后临朝摄政 窦县以侍中的身份 入宫主持机要 出宫宣布太后的命令 他的弟弟窦赌为虎奔中郎将 窦赌的弟弟窦井窦桐 为中常侍 窦家兄弟全都在 接近皇帝皇后的 显要位置上 窦县的门客崔上书 告诫窦县说 古书上说 生来就富有的人骄横 生来就尊贵的人 巨傲 生于富贵尊傲 而不能骄傲巨傲的人 未曾有过 如今 您的恩宠和官位 正开始上升 朝中百官都在观察您的所作所为 怎能不像诗经周送中所说 望能以终日的小心谨慎 求得终身的荣耀呢 从前 冯野王以外妻身份 居于官位 被人称作贤臣 近代 殷兴 克吉首里 最终成为多福之人 外妻之所以被当时的人 奉巢 被后世的人责备 原因在于权势太盛 而不知退让 官位太高 而仁义不足 从汉朝建立以后 直到埃帝平帝 皇后家族 共计二十 而能保全家族和自身的 只有四位皇后 尚书说 以殷商的父王 作为见解 岂能不谨慎吗 更须十八日 窦太后下诏 将前任太尉 邓彪 任命为太傅 赐绝为官内侯 主官上书基要 百官各同已职 听命于太傅